我們主要是延伸那個第三次 今天等於第四次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我們基本上 上個禮拜基本上是做了幾件事情 包含就是說 因為我要知道有三件事情的答案 包含就是說 我想知道臺北市的這個 到底治安好不好這件事情 那我就利用那個開放資料上面的 這個住宅切到的資訊的這個資料 然後做了幾個動作 包含就是說 我把這個資料下載之後 所以你們可以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找到臺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我們為了要知道說 歷年的切到案件 到底是增加還減少 所以我們就是 從那個發生日期的這個欄位 切割前面三個字 取得前面三個字 然後產生年這個欄位 那為什麼需要產生這個欄位 其實很簡單 以後將來如果你要做一些統計分析 那也是利用那個插入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要統計的那個資料 到底有沒有對應的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能要想辦法把它產生 那產生的話 當然在發生日期 前三個字剛好就是民國年 所以呢 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就利用什麼 先插入一個有沒有 所以原來這個欄是不存在的 那我們就是按右鍵 先把它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並且在D1的地方輸入黏這個字 並且在底下輸入這個公式 然後再來的話就向下填滿 OK 如果假設這件事情 我希望讓它可以自動化 什麼樣自動化 就是我剛剛做這些事情 我都不要重做 因為下一次假設我又新 重新下載一個新的資料的話 那新的資料裡面呢 勢必也沒有黏這個欄位 當然也沒有後面講的區 跟路接到這幾個欄位 所以我們假設我重新下載一個新的資料 那這三個欄位都不存在的話 比如說我像這樣把它刪掉好了 那當然如果重新的資料沒有 那怎麼辦 哇那你可能要把 剛剛那三個欄位 以後再做一遍 那做一遍其實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要怎麼樣讓它可以自動完成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最後會產生一個按鈕 也許名稱叫插入欄的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插入欄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可以把剛剛的那三個欄位又變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它瞬間把年跟區還有路接到 就自動完成了 OK 其實我沒有做什麼事 我只是把這個執行一個程式 然後首先的話呢 當然其中報告部分 其中報告部分特別注意 我希望你們可以找類似的 也許你想要針對治安 你就找治安 交通或者是說其他的議題 你有興趣的 你在開放資料找一下 那找到的資料 當然不完全符合你要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 比如說我們這個練習裡面 包含就是說 我會希望想要知道 有三件事情的三個答案 所以我畫了三個圖 第一個圖就是 歷年切到折線圖 第二個圖的話就各區的比例圖 第三個就是入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有沒有還記得吧 這三個東西 這邊嘛 所以這邊有一個什麼 樞紐分析表 然後這邊的話有個樞紐分析圖 有沒有 然後一樣嘛 各區比例圖一樣有一個表 一個圖啦 OK 那當然未來這些也都可以自動產生 如果你將來 這個做完之後 甚至我是希望說可以把它直接刪掉 有沒有 這邊都不見了 然後如果你要產生一個 歷年的切到折線圖 這邊就自動產生了 它這個表跟這個圖 自動完成 你不需要 再用人工的方式再做一遍 那好處就是說 很多事情就變得很即時的 而且你不用再把一些事情 重複再做過 OK 甚至你可以把所有的程式都串在一起 來 這個有BUG 那這個BUG 這個是各區比例圖 因為這個已經亂過了 如果重複了名稱 OK 就把它刪掉一下 所以我們上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這三個圖做出來 那我如果希望能夠自動完成 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個年有沒有 跟那個區還有路接到 這三個欄位呢 我希望能夠讓它自動完成 那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在ECL裡面自動完成 自動幫你做事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需要利用一個叫做 路式聚集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預設是沒打開的 所以你要記得 在那個ECL的上方有個箭頭 這邊有個其他命令 那其他命令裡面有個制定功能區 你找到那個開發人員 把開發人員打勾 記得這個地方 那預設的狀況 它其實是不會幫你打勾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像我們這邊的電腦 每一次都會還原 可能每一次都要自己打開一下 那如果假設你的電腦 開一次應該下次就記得了 就是開發人員 它就會自動產生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在上方就會有一個頁面 有沒有 開發人員就出現了 那其實你說為什麼 不直接乾脆幫你打開就好了 那主要在想 因為理論上這個開發人員頁面 不是每一個使用者都會需要 所以它暫時 當你會需要的時候 你再把它打開 那所謂的開發人員顧名思義 當然就是希望你可以 針對你自己的功能需求 自己寫個程式 把它產生出來 比如說像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像這個插入欄這個按鈕 然後按下它自動把這三個欄位 幫你產生 有沒有 那怎麼做到 其實當然如果你要 產生自動化的程式 當然背後其實就是程式 那如果你要產生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方法蠻多的 那以那個Excel裡面 我覺得它提供給我們比較方便的方法 就是一個叫做錄製聚集的一個功能 那顧名思義什麼叫錄製 其實錄製就是 你把你要的那個程式的那個 對應的動作把它做過一遍 然後Excel會透過錄製聚集 幫你把那個動作 過程把它轉變成對應的程式 其實就是VBA的程式 也就是說 Excel幫你寫程式 當你要記得把那個動作做給它看 它會幫你把它記錄下來 這件事我覺得還蠻人性化的 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 程式都那麼在行 或者你可能寫不出對應的程式 那怎麼辦 沒關係錄的啦 如果不會寫的程式 還可以用錄製的 OK 這一點倒還蠻厲害的 因為其他語言 基本上沒有這個功能 錄製程式 另外的話 如果你還不會寫 其實另外一個管道 就是你可以用ChargeGPT ChargeGPT其實真的可以幫你寫出程式 但是問題ChargeGPT寫出來程式 有的時候難度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先做第一件事 先把那個開發的園 這個頁面先打開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們要完成 總共三個欄位的新增 那三個欄位的新增 我們先產生黏這個欄位好了 那黏這個欄位要怎麼產生 我們先把這個之前的做的動作 可能要彩排 因為錄製嘛 所以錄製之前的話 你可能要先想一下 那個動作絕對不能NG 因為NG可能它會幫你 把那個不對的程式也寫進去了 所以記得喔 你要讓Excel幫你產生程式之前 你要先自己彩排一下 那我先彩排一下 第一個啦 那你就把舊的這個欄 你也能把它delete掉 所以我們就是 要先自己演練過一遍 然後就開始錄製了 那彩排的方式 第一個啦 一游標先點選那個D欄 二的話呢 就是按滑鼠右鍵插入 所以喔 一二 三的話呢 游標放D1上面 然後輸入黏 OK 黏這個字吧 我們把它直接輸入在 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齁 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們先把這個動作 再來我們應該在第二的地方 插入一個文字類的Lapt函數 然後取得前三個字就OK了 所以這個Lapt 然後取發生日期的這個欄位 C12裡面的三個字 所以輸入3 得到103按確定就可以 然後向下填滿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至於要不要轉成數字 我覺得以這一題來看 不轉其實也沒有關係 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做法 OK 那如果你假設彩排過之後 你希望可以把這件事情 讓它自動完成的話 我是覺得在Excel裡面這個陸式聚集 這功能其實還滿人性化的 因為你不會寫沒關係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但是自己幫你產生 不是說好 就是可以很隨便就產生了 你可能還要知道一下它的一些相關規範 所以第一個先把開發留言打開 第二個錄製聚集 然後所以我們要把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所以我把黏這個欄位先刪掉 我確定OK了 所以把這一欄先刪除 那我再重做一個一模一樣的黏這個欄位 並且把這個過程把它錄下來 所以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OK 我們來開始囉 那我就錄製聚集了 OK 然後他會問你 你這個聚集的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們叫插入年好了 名稱的話你可以自己取 我們可以比較自己記得起來的 插入年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名稱OK了 接下來的話你按確定 它就開始幫你記錄了 所以你這個時候就不能NG了 不過我看一下我好像第一個動作NG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動作好像就是選D欄 但是你不要先 你像我現在已經選了 所以你再選它它不會幫你記錄 所以這個NG 那NG怎麼取消一下 記得喔 先不要點它喔 點這個動作先不要 你如果點的話 你再點它不會記錄進去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NG就重來 重來怎麼做呢 一樣再一次啦 所以如果你NG了 一樣就把它再錄製 然後它問你說名稱一樣的話 它問你要不要把它覆蓋 沒有 蓋過去就好了 等於是重來一遍的道理 OK 錄製去期 那名稱的話叫插入年 OK 按確定 那它問題是要不要覆蓋 把它覆蓋 因為我如果剛剛錄過的話 把它蓋過去也沒關係 那接下來的話第一個 1點選D欄 2的話上面按右鍵插入一個空白欄 3的話在D1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呢 輸入年這個字 然後呢 在D2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呢 在這邊插入一個Lapt 最近使用過這邊應該會有Lapt 然後呢 這個資料裡面取三個字 然後按確定 然後並且把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呢 它就會把結果給做完了 OK 那你做完之後記得一定還要再做一個Ending Ending的話記得一定要按一下那個停止錄製 OK 這個停止錄製動作一定要結束喔 因為之前我看好像同學都忘了 結果一直還在錄製 它還在做 所以錄了一大堆東西不對 可能要重來 記得喔 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停止錄製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剛剛的那個錄製動作 到底錄完的程式放哪裡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錄製聚集的前面有一個叫聚集的一個很大的按鈕 那其實這個就是你錄的程式都會放在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啦 因為我這邊有放了蠻多的程式喔 其中有一個一定 如果你們點應該只有一個啦 其中有一個一定叫做插入欄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它Run的話 這邊有個執行 你要確定說到底有沒有成功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按下去喔 那我先把這個黏這個欄先把它刪掉 假設沒有喔 我試試看 剛剛那時候的動作有沒有成功 所以把它再點選插入欄按執行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多一個 有沒有 黏這個欄位剛剛沒有喔 我把它刪掉有沒有 然後如果你把它Run一下 插入黏 插入黏這個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就多了一個黏的欄位了 所以喔 其實假如你不想要每次都重複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是可以用錄製聚集的方式喔 幫你產生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先把那個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先試著錄製一個年的這一個聚集喔 然後如果你要執行喔 你可以看到喔 在聚集裡面就有一個執行 那如果你想要看裡面錄的程式碼的話 其實喔 這邊有個編輯 你按編輯它會跳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會跟你講說喔 你錄的程式在這邊啦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你到底錄了什麼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可以修改 那如果說我後面還會需要做錄製什麼呢 錄製區的動作 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再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聚集 先錄一個叫X錄年 試一下喔